多大脸才敢说句句Alex 真因为自己是大事 什么热度都敢蹭 丑人多作怪 顾兮兮你现在做这些根本就不合时宜 你现在需要的是理智 不是情绪化 我的人你也敢骂 有些事情我不追究 不代表我看不到 顾兮兮是我的妻子 我不允许任何人为了任何目的去伤害她 这件衣服是我太太设计的 她的设计独到也有很多妻子妙想 并且她会把这些想法 融入到她的生活和设计当中 我 看来衣服和太太的关系很好啊 应该说 娶到她是我的亲 我从来没想跟你划清借信 甚至 甚至希望我们之间 永远不要有所谓的界限 我可以亲你吗 希希啊 妈给你拿了 妈 你放那儿就行了 送床被子啊 亲爱的 希希 别读出来啊 你居然把情绪化留在抽屉里 还留了这么多 飞儿喜欢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今晚就读这个 让我睡觉 晚安 这两天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幸好有你 自从你来了我家以后 我每晚都会睡得很香 你难过我就会跟着难过 我喜欢你 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想多看你几眼 年希的故事 就是你的故事 或许以前我们只是不小心 顺应了别人的误解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们可以是恋人的关系 我喜欢的只有顾希希一个人 真的很抱歉学长 但是我不能欺骗我自己的内心 我已经喜欢上颖子成了 难怪热恋的情侣们都喜欢约会 你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吗 你还有很多时间和我一起浪费 嗯 没有 我不许这么对别人想 是对你这么想 怎么 怎么 我废了 是我在创作上遇到了一些瓶颈 最近马上需要推出新瓶了 但是我却一个想法都没有 跟我去个地方 要乱抢啊 这里可不只是游乐场 而是你创造力的宝库 多巴胺的分泌可以刺激你们创作灵感 你故意的 你怎么那么挺我 最后是什么 这也是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一种 灵感这种东西 就是偶尔的刺激他一下餐饮 就不用说现在 我就感觉灵感如泉水一般的涌到我的脑子 顾兮兮日记 之前看着你泰得挺清纯 对他挺好 你看你看 你看这个人日记要写的 哎呦 这这 简直会难关了 这老师长 赶紧给我关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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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nsi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